上集我們就跟兩位版友玩了Samsung的翻規玩活動 將了一套的電視機和Soundbar 就分別放在他們家 之前也有跟他們分享了在電視上的設定 究竟有什麼需要注意 今次就來到Soundbar系統 這個11.1.4的Q950A的Soundbar 究竟在他們家又會怎樣發揮 我又會怎樣跟他們設定呢 一齊大家看看 Luis 上次跟你說過電視 其實Soundbar來說 你也是一個非常想買的東西 你這裏這麼大地方 為何要玩Soundbar不玩AVM 一來Soundbar簡單方便 一搏電視就有了 第二又不用拉線 但你這裏玩Soundbar又有什麼要求呢 最重要是夠包圍感 這支Soundbar 這支Soundbar應該是包含到很多MOS 都可以打上 因為我留下不是很高 正常是打到樓頂 反射回來 所以都要找一支支援到MOS的Soundbar 亦都要足夠你這麼大的空間 的包圍感要夠 即是Power要夠強勁才行 現在我們先和你先做AutoCAL 因為這支Soundbar基本上很簡單 一支Soundbar已經包含了地面的11個頻道 當然它有一支實體猴子 今次的猴子就不需要再有控制器 它自己兩支喇叭 你安裝好位置後 再拆電就可以了 第11支就已經FUNNY VUTINIZE 另外它會有四支UPFIRE單元的喇叭 射回天花 這支Soundbar都可以支援到10呎 或者更加高一點的樓底 所以應該都出了一個不錯的天花效果 不如我們先做AutoCAL 好 這支Soundbar可以有AutoEQ的功能 可以給大家一個正常的音場 因為每個空間環境不同 而這個齒輪鍵 你只要按到AutoEQ的位置 再OK它就會做一個自動音場校正 如果大家之後想再調整 亦都可以在每個頻道 做音壓調整 現在我們就做AutoEQ 配合它家的環境 我Nefx買了最貴的Pen 我想問Soundbar 是否只要Auto可以出到Atmos 還有電視自己Auto可以給4K 你說得非常對 有很多朋友都會以為 如果買了Nefx的Pen 就已經有4K、Atmos 所有東西都最盡大 其實不是的 你的Pen 就應該是最貴的 那個便會支援到4K 和Dubium 在這裏 其實電視機內 就有些設定 進去音效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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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有一個專家設定 專家設定裡面 就有些設定 就像這個EARC模式 這個EARC模式 其實有關閉和自動 按到自動之後 你的電視機的HDMI 在做回書給Soundbar 或者是AVM的時候 就會使用True HD的Atmos 在這個狀態下 就可以出現一個最完整的Atmos 另外下面有一個 Dubi Atmos 兼容器 其實都應該開啟 之後 它會知道你的信員是有Atmos 它會自動幫你吃好 另外為何我們有整套西裝 給大家試 因為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會比較容易控制Soundbar 例如我們現在轉這個環境的音效模式 其實你都可以在這個Menu 看到有標準 環繞 遊戲 以及調色音效 這裏你用到電視畫面Menu 其實就會更加簡單 所以這套西裝 為何我們這樣送來給大家玩 就是想讓大家親身試試 整個用戶的體感 感受會比較好些 剛剛跟Louis 分享了這個Q950A 這條這麼強勁的11.1.4的Soundbar 的小小設定 但其實都不是什麼心法 因為這個Soundbar 的確很簡單 只要你擺好位置 其實做到AutoCal 出來的效果已經非常見得人 我們跟著下去就會去另一個版友 它家的環境就會小小小 究竟這條11.1.4這麼強勁的Soundbar 在它家會有什麼效果 一起去看看 現在我們來到第二位版友 黎生家 之前都跟它設定了一個電視機 當然整套西裝 包括Samsung Q950A 這個11.1.4的Soundbar 系統 看到黎生家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故意 電視機加上Soundbar 放在它的地位度 配合到漏油 再加上它在櫃的旁邊 竟然有一個位置 可以放回Samsung Q950A 在前面真的非常工整地做到一個效果 而後置方面 黎生的梳化後面 其實就有一個書桌的位置 另外旁邊就有一個小小的角落 可以放到兩隻的後置喇叭 因為這隻後置喇叭 其實都有成六個channel 所以它有一點空間 給它來做散射其實都非常之不錯 所以現在這個家的狀態 都做到一個非常完整的 11.1.4的Surround 效果 現在不如我跟黎生 試一下Soundbar 的聲音 以及做了AutoCale 之後就跟它講解一下 究竟怎樣用這條Soundbar 最簡單 黎生 上次跟你解釋過 電視機怎樣玩 今次我們就講一下Soundbar Soundbar 最重要是夠勁 而且有一個環擾性效果 950A這個Soundbar 其實就是支援11.1.4 11.1.4 即是理論上 它理論的channel就是 地下有11隻喇叭 然後天花就會掛4隻喇叭 其實它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單元 就會將聲音散射到全屋的角落 令到你感受到好像有11隻喇叭 在這裏 看這套鬼影特工 你可以看到解像度是4K HDR 而Atmos 就是說 我們現在因為有一條Soundbar 這條Soundbar 就可以支援Atmos 剛才說的11.1.4的功效 就可以在這個Atmos 的效果出道 先看看 你要聽到剛才的聲音的包圍感 和震撼度很強 雖然它的Sumver 放在你的前方 但你聽到低頻 是聽不出分別 從哪個走出來 即是整個空間都有低頻 其實在電視的Menu 上 已經可以控制得到 Soundbar 出什麼音效 譬如標準 你聽到的聲音 其實人的聲音會比較清晰 但那個環繞效果不太厲害 但如果想說 我要的效果比較厲害 那我轉了環繞效果 你聽到後子的聲音會比較多 然後如果你打機的時候 聲音想要直接一點 就會轉過遊戲模式 那些聲音就會向前衝多一點 然後如果你問 我不想教的 任由它自己 跟我用AI來設定 那你就要調適音效 還有的 因為剛才都說過 其實Samsung 的電視機 音響系統 都叫做非常之不錯 所以其實它配合它的Soundbar 就可以玩到一個叫Q Symphony的功能 就可以看到 由電視喇叭和Soundbar 一起去出聲 它就會將所有的音效信源 全部都會升頻到 那麼多的頻道入面 再用一個最模擬的效果 就將3D音效發揮得最好 那通常呢 如果你在看電影 或者你自己覺得很刺激的節目 用這個 你那個3D的臨場感 會更厲害很多 那就算是你看Netflix 那些atmos的效果 都可以做回一個upscale 那這兩個禮拜 就阿泥燦 就繼續在這裡 就看電影 打遊戲 看他自己的電視劇 那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都會和他 去訪問一下 究竟這兩個禮拜 玩的感細是怎樣的 2 weeks later Soundbar 方面 其實都幾出色 在這個 我這個環境上面 其實都百幾二百尺 其實是相對較力的 其實低音的 亦都相對充足 其實我覺得這隻Soundbar 其實可以比美到 一些入門的AVM 這個客廳 其實都在百幾二百尺上面 都其實是非常之陣陷 我開到二十度左右 其實都可以 整個客廳都是彈板聲的 那加上 其實它的atmos效果 亦都做到 有天化的效果 再加上有對後置在後面的輔助 其實整體環繞聲的 包圍感都非常之豐富 所以我對這條Soundbar 評價是十分之高 有個幣處就是 它的顯示器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裝在Soundbar 頂上 就是向上看的 希望Samsung 將來的設計 有些改進 當我坐在這個位置 感受到 有一堆聲音包著我 而且 有兩個小的聲音 可以令到裡面的聲音 有些搶箭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這些聲音都分開了 令到聲音更細緻 聽起來更加好 而且Bass也很厲害 有時候 Bass開得太大 整間都很震 連我太太也吵醒了 好了 我們終於跟兩位版友 KWIN和BIO2016 玩了Samsung的翻歸玩 這個星期內 其實他們都玩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看Netflix 有試了很多不同的Sarround 他們對這兩部機的留言 都挺正面的 最正的就是 因為可以用到不太大的地方 就可以出到這麼強勁的 11.1.4的Sarround 效果 加上8K的Mini LED 亮子點的QLED 電視 其實出來的效果 他們是非常之滿意的 除了兩位版人玩得這麼開心之外 可能你也會有興趣 入手這套Samsung的西裝 這套西裝 我們在Forum上 有一個小小的遊戲 可以讓大家 用這個全盛最低的價錢 入手 究竟怎樣可以 享受這個這麼棒的項目 記得登記到我們的Forum 很快大家就會知道 如何玩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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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